那它买回来是7万英镑 那这里加7千镑去做 接着它收租呢 我估计这里是650左右 那Yield呢 Gross Yield 都超过10% OK 我进来了 首先呢 这个这里没电 OK 幸好现在是 around lunch time 可以看得到 那为什么没电呢 是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 prepayment meter 没人入钱下去那个 那个麦标 那Gas 又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要星期一的时候呢 要叫公司去申请户口 给那个投资者 这样呢 就算了我们可以入钱 那我进了刚才的门口呢 这个门呢 我们换了它 因为呢 其实都烂了 烂了 你这样看不到 但我知道是烂了的 我们会配上个 希望是二手门 省回投资者的cost OK 那我现在进了个holdway 这些墙呢 其实呢 这间property呢 它是执过来买的 执过来买的 你会发觉很怪的 有些门呢 那些门呢 那些门呢 全部是新的 全部是新的 但它没有油油的 全部都安住了些病啊 那些东西 OK的 那地下呢 就换了油 是新的 OK 那我现在呢 进去厨房 它厨房它都执过来的 OK 我现在进去厨房 那厨房看上去是不是很帥仔呢 其实呢 细节去看呢 就不是真的很帥仔 整个property呢 我们的budget呢 去装修 我稍后会和你们交付了 是7千磅 那呢 大部份的钱呢 就会花在bathroom那里 我稍后和你们说 整个bathroom要剷掉它 那厨房在这里 看上去很帥仔 其实呢 这个人自己DIY的 有些东西呢 第一手工粗 第二可能做是 有些安全的问题的 如果我们拿来出租呢 应该是不合格的 OK 我不是师傅了 我不可以100% 我现在会point out给你们看 OK 首先 这些这样的join呢 这个人呢 他第一不是做那些 我们叫miter join miter join呢 miter join呢 就会固得很实 他第一不是miter join 第二呢 他没有一个叫joining strict 你join得这些worktop 要不就miter miter是professional做的 ok 如果不是professional 这些我们叫but join b-u-t-t but join 他but join得来 他没有个joining strip 其实呢 你要有个joining strip 如果没有呢 他迟些这些东西呢 会独立 他会移位的 摆下去好像很帥仔 你不是拿些东西填 他 迟些会用呢 会动的 所以呢 我们要放回个joining strip 所以我知道这个人是不懂安装的 这边呢 又是这样 ok 他呢 做的工夫呢 粗粗的啦 ok 粗粗的 最有趣呢 就是这个家事呢 我想呢 未必会合格 那条管呢 你看看 由那儿去 去这儿 跟着呢 他又洗衣机又在这儿 这些呢 我们要问清楚 因为我们出租呢 第一好怪咯 ok 洗衣服在这儿煮菜 我觉得好怪 那我们呢 尽量 如果省得到投资赤钱 不boot ok but you make sure 是安全是合格的 ok 那这些柜呢 八百正正是ok的 有些地方呢 其实开始 因为用一些料很cheap 那帮我们不会换的了 ok 那我现在去厕所 厕所才是big problem 厕所 厕所你们进不来的了 ok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你们看到了 我都不是高的 ok 我的手碰到两部墙的 ok 这个很窄的 深度 ok 其实这个bath 我们要拆的 7千磅 一半的budget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半的budget around一半的budget 就是拿来 安装回这个厕所 这个bath一定要高 那它其实之前呢 应该有shower的 有这些 phermostatic shower ok 那它可能换了 跟着换了这个bath 跟着换了这个bath 玩些chacuzzi的东西 玩些chacuzzi的东西 这些 在这些屋邨呢 有时见到这些东西 那些chacuzzi的bath 那些穷人呢 扮有钱 ok 就是可能 要拆了它 那些瓷砖呢 应该大部分救得到的 那些瓷砖 那要安装回这个shower 在这里 开门在这里开 那厕所 keep回这个位 这个厕所可能keep得到 跟着呢 那些地方 那些边边角角 收得很远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我们要跟它收回 还有这个box 看看里面有多少东西 因为很压位 你记得很压位 是不是应该有些管 跟它可以收 收迈一些呢 因为厕所都不够大 那你整个这样的东西 因为有些管在这里 我们可能跟它做得好些 水盆的位置保留在这里 不过这些是生了瘦 还有个安装濕了 这里的管很有问题 我们会重新拆掉它 你可能看这个video 哇 阿障挺好 那你就弄好它 不要 我们弄一些standard的水盆好些 还有重新去收回它 因为这些很容易破 这些可能自己家里用就好 如果我们做出租 就不要做这些东西 OK 那我现在跟你 地下呢 地下呢 就地下呢 就濕过水来的 这里我们要拆掉 看看是多大件事 OK 那现在看上去呢 就应该 不是漏了好久的水 不过呢 这里是濕的 OK 那听这里呢 廳裡的牆紙貼到DIY的 不配搭 它對的位置不對 不過我們會繼續 你看這些位置 這些是全部DIY自己做的 那些位置走得不好 我們會繼續 地上是新鋪的 那些牆都OK 其實廳裡沒什麼搞 外面有一個階段 我不給大家看 其實這裡看下去 其實都很開揚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那些是居屋 前面的新居屋 這裡是一個骨頭路 其實都挺漂亮的 這些政府屋 其實這個位置是OK的 我們看看那兩個房間 我先去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的地纖可以保持 我們洗一下它 牆紙都不太老套 你當是Future Wall 以前它自己鋪的 這些牆紙都不太老套 這些牆紙都不太老套 這些牆應該OK 這裡可以分分鐘保持 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這些燈 燈的位置全部在角落位置 我們會看看和它重置到中間那裡 剛才我忘記提大家聽的那個最誇張 就是在整個房間那裡 我給你們看 那裡的燈在那裡 是不是很怪 你們收樓可能不覺得 這些cost 一定要花錢回到中間 這個房間要換 現在沒有地毯的 這是地板來的 OK 我們要換地毯 要鋪 underlay 放地毯 那這部牆就OK 當是Future Wall 然後其他地方 油白它 OK 那這部牆紙都會這樣 現在已經是12月了 這個項目應該是下一年才能完成 因為這裡也有些工夫要做 還有我們的團隊也在忙其他項目 這個要排隊 但希望是下一年年頭 一月可能就太optimistic了 我們應該不會遲過三月 我們就可以搞定這個project 那我剛才不是說7000鎊 應該一半的budget 差不多一半的budget 在那裡 跟著另外一半的budget 就是去撿廚房和這些房間 那什麼都搞定了 拿了certificate 還有外面那裡 我沒有帶你們看 有一點點東西 我們可能要跟它做維修 因為窗台那裡 它爆了 OK 那我先說這麼多 那我想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漏了 Anyway 我是幫這個香港人 她兩夫妻這是第一間物業 如果她聽這個video 我在這裡 thank you 給我一個trust 因為對她來說 她沒有來看過 她也想過來看我們其他project 知道我們團隊 我和我們的團隊是有信心做這些project 特別是她第一個project 那她買回來是7萬英鎊 那這裡加7000鎊去做 跟著她收租 我估計這裏是6500左右 那Yield Gross Yield 都超過10% 那那個Net Yield 都有差不多9% 跟著那個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e 這個最重要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e 就是她買這家屋 律師費 stamp duty 我的費用 裝修費 什麼都交了 跟著那個next的租金 那個ratio 都有超過7.5% OK 那我就想在這個video和你們說 有些人 好像我近來 她打算在Warrington那裏買 sorry 應該這樣說 在Warrington買了 那她叫我 就說 Glasgow那些Yield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的 你這些flat 為什麼全部買flat 其實flat 是不是真的freehold 是 這家property 是真的freehold 剛才我說的那些Yield 是真的這麼高 有機會 可能更高一些 不過我通常都會under promise overdeliver的 OK 我先說這麼多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video 我叫John 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我和我太太是一條路 幫香港人物業投資在Glasgow這裏 希望你買 你是安心 跟著 拿property 是給passive income 你買三四間 就可以幫到你有financial security 下一個video見 如果你有興趣聯絡我 我的email是 john at johnman.net 看看我可不可以幫到你 或者你可以WhatsApp我 下一個video見